按照惯例 上个环节 位列第一是王同学 所以未成比拼 王同学先加一分 目前比分 1比0 来准备听题了 第一题 电蛮的势力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不断地下降 是还是否 勤强 大 是还是否 是 因为电蛮它 尤其是在我们鱼缸里养的电蛮 电蛮的势力 它本来就不太好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的势力会不断地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 电蛮是在夜间活动的 它的判断是 对的 加一分目前比分 2比0 电蛮生活在光线昏烂 能见度极差的环境当中 同时它们的势力 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不断地下降 下一题 听题 驯鹿角 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脱落 这个描述 是还是否呢 请 想答 摁了吗你 摁了 知道啥叫快了吧 你这样不行啊 知道了 来 是还是否 是 锁定 解释吧 驯鹿角 它会在冬季的时候脱落 然后春季的时候 它会继续生长出来 它的判断是 对的 这一分目前比分3比0 雄性驯鹿的脚 会在每个交配季节 结束的时候脱落 而雌性的则在春季脱落 下一题 听听 蝴蝶不会在冬季迁徙 是还是否呢 请想答 没辙没辙的 是还是否 否 否 锁定答案 解释 别的蝴蝶我不太了解 但我了解的是 帝王蝶 它会在冬天的时候 冬天到差不多 欧洲到美洲的地方 然后春天差不多会回来 然后交配产卵 等待死亡 它的判断是 对的 加分 目前比分4比0 有的蝴蝶会在冬天 就地冬眠 而有的蝴蝶 则会在冬天 迁徙至温暖的地方 过冬 朋友们 赛点 这就来了 一题都没耽误 下一题 如果再是这边加分的话 那么今天的冠军 就是王同学 还有机会 但是一点错都不能犯 听听 鸩虾因为身上会发出 像灵火一样的光 所以叫鸩虾 是还是否呢 请 抢 当 多天哪 我觉得是是 是 锁定的 鸩虾它是 头部和尾部都有 荧光系统 然后它的荧光系统 会发出黄色和绿色的光 所以我觉得叫鸩虾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鸩虾已发出光出名 所以叫鸩虾 有些鸩虾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还会把发光的那个部位 抛出去 来转移天地的视线 判断 正确加分 满分 今天的冠军 产生王同学